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央格鲁萨克逊人的语言和文化也在此过程中传播到五大洲 成为当今世界的通行语言和主流文化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威名赫赫的国家 在其崛起和发展过程中却一直饱受分裂困扰 历史上一个小小的大不裂颠倒被分割成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几个不同的政治势力 彼此间相互厮杀 哪怕随着近代的来临 英格兰凭借自身体量和文明发展水平的优势压倒其他势力 建立了统一的国家 但这个统一也是相对的 苏格兰、威尔士这些边缘板块并没有完全融入苏格兰 是保留了相当独立的政治体系和架构 整个国家以联合王国的形式维系 以英格兰为依托构建出的中枢权力 并不能畅通无阻地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边缘板块 而必须受到相当的制走和制约 这是很奇怪的 从地缘实力来说 英格兰的文明体量和质量都远超威尔士和苏格兰 更黄润爱尔兰 从地缘结构来说 大布列颠岛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岛屿 英格兰又是岛内唯一的主体核心板块 这种结构下 它理应很容易地树立自己的绝对优势和主导地位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 以英格兰发架的央格鲁萨克逊人 为什么始终不能彻底将边缘板块的如凯尔特人 威尔士人 甚至是爱尔兰人 消化吸收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的中央集权和大一统呢 关于这一点 我们觉得既有地缘的限制 也有历史发展的各种机缘巧合 首先地缘结构的限制 通过英国地形地图 我们可以发现 英国的族群和区域分布 是与地缘结构高度关联在一起的 作为国家主体的英格兰 其所占的大布列颠岛东南部 是这个岛屿最精华的地区 它不仅板块相对较大 而且都是低地平原 又有泰晤士河的河流滋润 所以最适宜人类生存 同时由于它地处南部又是低地 西部和北部都有山脉阻挡 所以气候相对舒适 这对中低纬度国家可能无所谓 但对于地处中高纬度的大布列颠岛来说 这是相对重要的 同时英格兰与欧洲大陆紧隔一条狭窄的英格兰海峡 无论是与欧洲的贸易 还是汲取欧洲文明营养 它都是最大的受益者 而其他板块就没有这么好条件了 威尔士位于布列颠岛西南 基本为埃布里亚山脉覆盖 地缘潜力有限 苏格兰同样主要是高地山脉覆盖 仅在格兰偏山脉与南部高地之间 有一块狭长的苏格兰低地 山脉为主的地形赋予了威尔士与苏格兰两地 与英格兰截然不同的文明属性 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族群 以龙根为主的早期英格兰势力 想象这些边缘拓展时 势必会遭到地形的阻碍 以至于很难征服 也因为平山地龙根条件不佳 使得早期英格兰文明很难在当地落地生根 当然凡事都是双刃剑 虽然三地阻隔了英格兰文明的武力拓展和消化吸收 但与此同时 三地的存在也意味着 这些地区不适宜人类生产和生活 当地不可能形成什么高质量大铁量的文明和族群 再加上作为不涅颠倒两大三地板块 威尔斯板块地域狭小 苏格兰地盘虽然大 纬度太高 气候寒苦 这些限制决定了这两个地方的族群和文明体系 是没有太大发展空间的 随着龙根技术的进步 苏格兰的地缘潜力不但释放 那么牺牲于此的阳格鲁萨克逊人 迟早会积蓄出足以突破三地阻碍的力量 在将这些边缘板块征服的同时 将当地族群彻底消化吸收 就像古代中国中华民族就通过这种步骤 继续将东夷西戎北迪南蛮陆续同化 他们原先奈以栖身并阻碍华夏文明进入的山林之地 也都被中原大一统王朝陆续拉入直辖 但是 英格兰似乎并没有达到华夏这种高度 虽然他也实现了对苏格兰 威尔士这些三地边缘板块的统治 但这种统治力度明显有限 远没有做到像中原王朝那样派遣流关 直接治理的程度 而是必须授予当地相当的自治权 甚至在民族属性方面 他也没有像古代华夏那样 实现对边缘三地族群的融合与吸收 苏格兰甚至威尔士人 依然保留了相当的独立语言文化等民族属性 其中有些甚至遗留至今 为什么英格兰或者说 央格兰萨克逊 它的地缘文明拓展 没有做到华夏的高度 这其实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原因 外力的介入 英格兰地缘势力 虽然在不列颠岛内没有对手 但将范围扩大到西欧 它就实在有点不够看了 中世纪的英伦三岛 主要受到南北两大外部势力冲击 北方指的是维京海盗 南方则是英格兰海峡彼岸的法国人 这两大外部势力 严重威胁到英格兰本土势力的生长和扩张 甚至来自法国的洛曼底家族势力 还是最终摧毁了本土的央格鲁萨克逊王系 纠战雀巢 成为英格兰的主宰 在这种环境下 英格兰对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征服和消化 自然会受到影响 当然 如果仅仅是外部的武力威胁 那也不是什么致命问题 中国历史上 华夏中原王朝 也屡次被塞外游牧民族入侵 甚至还有两次所谓王天下 但这并没有从长远历史角度 影响到中原王朝对周边边缘三地板块的消化吸收 为什么在中原王朝不受影响的事 在英格兰身上就不行了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文明体系的影响力问题 中原王朝所依托的华夏文明 是古代东方世界体量最大 发达程度最高的文明体系 所以即便出现王天下 华夏政权被当时的遗敌所摧毁 但一方面 遗敌本身体量有限 而且文明程度落后 所以它的进入 虽然会使华夏文明在一定时期发生停滞 甚至倒退 但并不会对华夏文明的主体性构成根本性冲击 相反 在一段时间的接触和碰撞后 这些外来势力和文明最终会融入到华夏文明这个体系中 但英格兰就不同了 英格兰文明本身不过是欧洲文明的一个分支 而且是一个小型分支 在近代英国崛起之前 欧陆的天主教文明 以及其在西欧的代表法国 他们无论文明体量还是发达程度都远在英格兰之上 这种情况下 像苏格兰这种边缘势力 既可以在政治方面寻求欧陆的支持 又可以通过这种与欧陆的合作 顺便承接发达文明的影响 换言之 不融入英格兰 它的文明体系也会得到发展的助力 这就比较麻烦 如果外力的阻扰仅仅局限于政治和军事 那还好说 毕竟英格兰有地理之变 就算一时地缘扩张受阻 但凭着这份地缘优势 还是迟早能把苏格兰拿下 但一旦原本落后的苏格兰文明体系 在发展过程中绕过了英格兰 从更先进的欧陆汲取到了营养 那英格兰在其征服后 想消化吸收可就困难得多了 文明的差异性意味着分裂隐患 鉴于苏格兰与欧陆的关系 大大增强了英格兰对其消化吸收的难度 这种情况下 英格兰只能通过妥协 通过低水平的集权 受予苏格兰极大的自主权 以换取整体上的统一 从这样以来 中央政府对边缘板块的控制力 自然也就水质下降 自然也就没有大一统国家之说 当然到了近代 随着英国的强势崛起 它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 来构建统一的文明体系 并清除边缘板块和族群 所受的欧洲影响 换句话说 这时候的英国 已经具备了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实力和条件 但即便如此 英国也并没有向这个方向操作 而是延续了过去的联合王国格局和分权体制 这是为什么 恒大一部分是为了适应殖民扩张的需要 英式殖民扩张 与传统的国家地缘扩张 有着极大的不同 英式扩张 并不是传统的地缘板块自然延伸 而是仗着自己的文明质量优势 在全球范围内拓展 被占领之地区 与本部之间并无地缘关系 甚至距离十分遥远 这种本部与扩展区的地缘关系疏离 严重阻碍了彼此间的联系沟通效率 这种情况下 英国本部不可能对拓展区进行直接管理 而只能通过对拓展区官员授予充分的自主权 甚至与拓展区土著领导合作的方式 来维持统治 也就是殖民地模式 这种殖民地模式 本质上就是英国传统的中央地方弱关联 地方保留相当自治权模式的一种海外版 也正是在殖民地模式下 英国从世界范围内赚取了巨额收益 铸就了百年霸权 既然这套模式对英国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那英国自然要将其奉为归裂 这种情况下 如果英国在内部搞中央集权 这本身就意味着本土海外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撕裂和对立 不仅会引发海外殖民地系统的恐慌 还会影响到本部与殖民地之间的有机关联 再加上殖民地模式成功 以及传统模式下的历史惯性 本身也对英国人政治思维产生影响 这种种因素使得英国始终没有完成国家内部的高度整合 以及大一统体系的建立 这当然是一种缺憾 不过这种缺憾在之前英国强大使道也影响不大 但随着英国相对衰落 以及世界范围内民族自觉浪潮的兴起 麻烦就来了 先是爱尔兰独立 后是北爱尔兰争端 再到苏格兰独立公投 这种种分裂或者说是背后 其实都与英国政治体制建设方面的利弊有关 它虽然在上升期 铸就了日布洛帝国的辉缓 但在下降期也加剧了英国的衰落